好小孩长大了也要上学 那么现在呢就要关心一下到底校园体罚问题呢 是不是还很严重 虽然说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了 但是根据原本教育基金会 对于五都进行校园的现况调查 发现九成的国中小学生都曾经目睹校园体罚 而且以体罚率来看的话 是以台北市国小37.7%最高 国中则是台南市的33.8%最高 其中经常见的体罚方式是罚站 教育部也将会要求各县市加强对于学校的督导 持续的要做到零体罚